近年的士排炒風刺熱 排價一年內就由400萬炒到500多萬 升幅超過兩成 為了壓止炒風 的士司機權益會建議 如果的士排照在三年內轉讓 就要徵收排價一成的轉讓稅 的士司機權益會指出 排價不斷上升 連帶車租都水漲船高 司機收入亦受到影響 車行車廂是無良不易 亦都因為個別商會方面 反對我們司機提出燃油付交費 我們覺得他們是為富不仁 另外的士權益會亦都希望 運輸署增伐一千個十年限期的 的士排照直接租給自顧司機 的士車身就以黃色作識別 日後亦可以跨境營運 增加的士司機的收入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文欣報道